一家老小踏上了一段崇高而艰辛的朝圣之旅 他们带着两辆手推车 装满了他们所有的家当 决定穿越千山万水 前往遥远的拉萨 即使是年幼的孩子 他的脸上也透着虔诚而坚毅的神情 毫无怨言地帮着拉动沉重的手推车 与家人们一同前行 手推车上堆满了他们带着的家当 从衣物食物到生活用品 一切都凌乱地堆放在一起 最小的小孩还不满两岁 一路上只能躺在堆满物品的手推车上 静静地随着旅途的起伏摇曳 进入了沉沉的睡眠之中 母亲缓缓拉着手推车 儿子小小的身躯也投入到这艰难的旅程中 虽然他的力气很小 但是他用尽全力帮忙拉着 他们似乎天生就是为了信仰而生 为了祈福而生 他们不计较旅途的辛苦 互相扶持 共同面对挑战 每一次的拉动手推车 都是对信仰的坚定承诺 每一次的踏足陌生土地 都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归宿 在艰苦的朝圣之旅中 当一家人感到饥饿的时候 他们会停下来 在路边搭设简易的帐篷 帐篷虽然狭小 但是已经足够满足一家老小的 基本需求 在白天 他们可以在里面填饱肚子和稍作休息 到了晚上 他们就一起睡在里面 蜡烛成为他们唯一的照明来源 在这个简陋的帐篷中 他们相互依靠 相互支持 他们的信仰就像蜡烛一样 在心中闪耀 帐篷内弥漫着一股温暖与凝聚力 他们深深地明白 信仰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切物质的舒适与便利 稍作休息后 他们将继续前行 途中 这一家人经过一个神圣的地方 山坡上分布着很多的冥想物 这些冥想物如同隐世的殿堂 内部狭小昏暗 却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那是修行者们日复一日的修行的见证 这些修行者坐在地板上 身体笔直 面容平静 内心与外界隔绝 他们深陷于内心的世界 专注于自我觉察和超越 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动摇 他们沉浸在冥想的境界中 探索灵性的深度 他们的修行无需华丽的场所 只需内心的宁静和坚定 在这狭小昏暗的空间中 他们抵御外界的干扰 逐渐超越尘世的束缚 通往更高层次的决限 被这股神圣的氛围所吸引 一家老小决定上山朝拜一下 他们跟着人群踏上山坡 沿着小径缓缓向上攀登 沿途他们遇到了许多满怀虔诚的信徒 这些人也是前来朝拜的朝圣者 他们身着朴素的服装 脸上洋溢着坚定和虔诚 这些信徒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地狱 但他们共同的信念 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闪烁着相同的光芒 那是对神圣力量的敬畏和渴望 一家人走进一座狭小昏暗的冥想屋里 屋内弥漫着静谧和虔诚的气息 蜡烛的微光在屋内闪烁 为这个宁静的空间增添一丝神秘感 他们默默地朝拜 传递着他们的敬畏和谦卑 他们将心中的祈愿和感恩 献给这个神圣的地方 希望得到眷顾与加持 他们心怀敬意对着冥想屋内的 实必顶礼朝拜 他们相信通过这份虔诚和敬畏 他们的朝圣之旅 将得到更多的庇佑和职业 顶礼完成后 他们离开了冥想屋 继续踏上朝圣的旅程 他们心怀感恩与希望 他们更加坚定了 对信仰的执着和信心 为他们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力量 他们的朝圣是极其艰苦的 但在精神上 却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